我们的消息要来关心到 零加期入境检疫措施 预计在10月13号上路 那么国内的防疫旅馆该怎么样退场呢 有业者指出了 防疫旅馆要回归到一般旅馆 需要重新的清销改装 要重新的训练人员 至少要花两周的时间 而且要是未来入境旅客确诊 又该如何处置呢 业者希望中央可以尽快来公布相关的配套措施 而除此之外 有医师点出了 指挥中心在接下来 还有三项的重要任务要讨论 像是本土确诊者和同处家人 隔离检疫的天数可不可以放宽 还有什么时候可以松绑口罩令 以及接下来 也要继续恰够毕业点五的次世代疫苗 总算迎来边境解封 入境检疫零加期的新制 预计10月13号上路 这下国内大约2.4万间的防疫旅馆 该如何退场 有业者表示要回归一般旅馆 得重新清销改装 人员也得重新训练 准备时间至少两周 希望中央尽快公布相关指引 或是退场机制 要是遇到入境的旅客 确诊数量多 是否该全数送往医院 医师黄建贤建议 要是患者没有住院需求 可考虑由集中检疫所来承接 而零加期开放后 有专家指出指挥中心接下来 还有三项重要任务 像是本土确诊者和同住家人 隔离天数是否要放宽 戴口罩措施又该如何松绑 还得继续洽购BA.5的次世代疫苗 也有医师认为 随着边境解封 国内的检疫措施 也该跟着放宽 怎么对待流感 就怎么对待新冠肺炎 不过我们很多人都打上疫苗了 其实再发生严重感染的机会也很少 不过医师也认为 接下来冬天又是流感后发起 就怕传染病多重夹击 检疫措施能放宽多少 还是得看疫情变化 就动不动